记者杨明以台北报道 华市总经理郭建宏遭董事会解职 仍是按于博一路荡漾到文化部部长 郑立军今日邀请公事基金会董事及公事 指派担任华市董事之法人代表进行意见交流并达成四点共识 包括华市未来总经理选任可采公开侦采方式 华市总经理及一级主管聘任虚建立立一回避原则 确立华市及公事董事长和总经理间的职权划分等 另外针对华市董事长陈玉秀15日拉董事张天丽 施政荣及徐瑞希背书开机者会表示 政院与文化部都支持郭建宏不是任案 文化部今日也再次强调 基于制度尊重华市公司董事会对此次总经理人事案所作决议 但无支持与否问题并鉴请华市董事会向公事董事会完整说明总经理人事案处理程序及解任理由 公事董事会检视后应向社会厘清疑虑 文化部表示此次意见交流邀请公事18名董事及14名公事派任华市董事 其中9位为公事董事兼任出席 包括同时担任公事及华市董事长的陈玉秀 共有13位董事出席 文化部也坦承 目前华市仍是有近17%名股的公共化无线电视台 基于公司治理及媒体自主原则 4点公事警署建议性质 郭建宏资料照记者潘绍堂社